现在越来越多的游戏受到大家的追捧,像觉得求生等等网友,但是一些单机游戏,仍然深深地吸引住我们,聊聊那些年我们为之疯狂的单机游戏,第四名超级玛丽,谈到超级玛丽,这几乎是一款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游戏料,当年火爆全球的一款游戏,不知道大家从年时有没有过在小霸王上和马里奥兄弟一起过关斩将的时光呢? 虽然超级玛丽系列已经没有以前的辉煌料,但它在游戏史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曾经80后与90后的童年记忆,买得起游戏机的家庭中几乎人手一步的童年经典,第三名GTA5,由二星公司推出的神作,超高的自由程度,完美的画面以及代入感,当之无愧的最佳犯罪游戏,在开放世界类的游戏中不可多得的高画质游戏,无论是单机时在剧情模式,比过关斩将, 在街头消散,还是在线上模式与朋友一起做任务,都会给你无穷的乐趣,三位主角的塑造也十分立体,游戏中的洛盛都市也完美还原谅洛杉矶,如果你还没有玩过GTA5,快去尝试吧,你不会让你失望的,第二名我的世界,它没有精美的画面,它没有曲折的剧情,在我的世界里,你所有的一切就是你的双手还有这个世界, 起初这款游戏看起来并不精彩,但是逐渐的你会体会到无穷的乐趣,当你第一次造出料工具,当你第一次在夜晚看见丧尸而受到惊惑,当你第一次挖到别矿,当你第一次造出自己的房子,当你第一次吃到自己做的曲奇饼,当你第一次和村民交易,当你第一次击败莫勇龙,当你第一次拥有差时, 当你第一次在创造模式理解,造出你喜欢的城市,当你第一次与小伙伴们一起,进入同一个世界为你们的目标奋战时,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款游戏带给你的事实模样的幸福和乐趣,它也是一款陪伴小编从童年到现在,一直没有放弃的游戏,第一名俄罗斯方块,没错,俄罗斯方块,这款在游戏历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游戏,也许它制作水平底下,也许它并不高端,但它却是人物, 在游戏历史上的伟大开始,正是它让电子游戏风靡全球,正是它开启料休闲娱乐新的纪元,虽然那些老的游戏中将会被替代,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藤金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俄罗斯方块,当之无愧的获得本榜单的南方一,小伙伴们还有哪些好玩的经典的推荐呢?在下面留言吧,编辑,王一,原创作品,抄袭必揪。